第七十二届北美洲排球邀请赛 日前在阿纳罕美国体育中心举行开球仪式 宣告连续三日的比赛正式展开 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夏季昌表示 排球比赛靠的是团队合作 在三日的比赛期间建立友谊会比比赛结果更为重要 来自全美各地及加拿大的108支华人排球队 过千人日前聚集在阿纳罕市内体育场 不少球队球员都忙得热身 来自华盛顿的美金安两球队 这次派出四队球队 三队男子队一队女子队参加比赛 球队代表谢天伦表示 连续行人员共有超过100人到罗省参加比赛 球队于70年代曾经取得冠军 他说已经太久没有尝到冠军滋味 希望这次能争取胜利